這是你的保險箱嗎 對 這我記著 來 進拍嗎 你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打開保險箱 裡頭擺放數萬元詐騙不法獲利 警方指導集團長生處 查扣 未照 官署文件 就連毒品也沒少 剛剛有貼檯 這都爺 28歲張信祖賢具有資訊背景 招攬電腦工程師 以及資訊科技畢業碩士 寫電腦程式製作假網頁 再與詐騙集團合作 騙取大陸民眾 一個詐騙集團 每個月給8萬元酬勞 要求假網頁集團 先用假的通緝令生產器 成功印製偽造通緝令 再透過假冒 中華人民共和國 最高人民檢察院網站 揚稱被害人涉及刑事犯罪 需要登入網站確認 一旦民眾傻傻登入 留下個資 詐騙集團就能自意 盜領盜刷 他們宣稱請他到這個網站 來查證 這個網站就會有偽造的 那個通緝令在上面 然後被害人通常會 非常的緊張 知名藝人余曉凡 前年底在大陸 接到假檢警電話 被騙走4000多萬 當時就是被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最高人民檢察院的 假網頁調中 以為自己涉及不法 沒想到警方 偵辦近兩年 才知道余曉凡 根本被自己國人所騙 中國公安單位估計 被這些假網頁 詐欺的被害民眾 多達上萬人 金額超過10億人民幣 刑事局瓦解源頭 成功掃蕩 打擊詐騙 記者吳成斌 張乃俊 台北報導 中天電視 全新製作強黨大戲 美好攏帶